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新北市政府今天,23日,举办温馨助学远梦基金感恩活动,本学年度共资助了229名学生,讲助金额高达约1600万元,过去在远梦基金的资助下,已有243人从高中职毕业,进入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就读。 今天有三名学生代表致辞,归山国小黄幸云在角力运动上表现杰出,屡屡获得全国赛冠军,他今天说出心中满满的感谢,因为有圆梦基金,才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练习,尽情发挥。 而瑞芳高工的林陈浩,从国中开始就参加圆梦计划,目前已通过劳动部工业电子柄级技术式学科测验,努力朝成为资讯工程师的理想迈进。 郑德国中的姚昌进,爸爸在他三岁时心肌梗塞促使,妈妈做清洁工作独立抚养他,今天妈妈特地请假陪他到师傅参加感恩活动,骄傲地看住昌进在台上致辞。 昌进也为了站上台演讲准备了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。 昌进说,圆梦基金能减轻家里负担,一年一次的生活体验营,也让他可以接触到母工,蓝燃等有趣的课程,平常没神贵机会出门玩乐的他,也在体验营中结交不少朋友,让他分外开心。 新北市长朱立伦说,期许这些曾受过帮助的孩子,将来若有能力后,不忘回报社会,成为手心向下的捐助者,就像当初曾经帮助过自己的那个人。 此外,也颁奖讲座感谢本学年度支持学生向学的社会贤达,包含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财团法人和家人文教基金会,后生股份有限公司,台湾证券交易所,财团法人公文文教基金会,台湾金山财神妙慈善会,日电贸股份有限公司等团体。